2024年网络视听盛典上,程亦以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征服了观众,他身着一袭简约的白色西装,形象清晰优雅,散发出与武侠气质相得益彰的魅力,整个舞台背景色彩斑斓,流光溢彩的装饰轰托出他的光芒,仿佛将他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江湖世界,英雄不怕出身太淡薄,有志气高,哪天也骄傲,程亦一开口,仿佛瞬间又回到了那个和李莲花有约的夏天, 感受到了程亦歌声里的倡议江湖,程亦的歌声如激流般汹涌而出,充满激情与力量,仿佛将听众带入了江湖风云的世界 他的歌声响彻整个舞台,与舞蹈搭档的剑舞相得益彰,打破次元壁的同时,也勾勒出了江湖世界的宏大画卷,在程亦的演绎下,喜怒哀乐都找到了共鸣,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江湖故事中的激情悲欢 这也正是舞侠与音乐结合所带来的独特魅力,刚刚从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的坑中出来,又被程亦让我醉也好,让我睡也好踹进去了 得了,我是明白了,程亦就是一个被拍戏耽误的歌手,我不仅入了他聚的坑,还入了他唱歌的坑,前游转弯 中间有天涯,现在又来一首《任逍遥》,程亦真的是中华小曲库,都是特别经典的武侠歌曲,真的走不出来一点,值得开心的是,这些歌我都会唱呢,还特别喜欢 都是我们读书时学校广播循环播放的歌曲,所以,程亦哥哥的青春也是我们的青春,对吗?真好 虽然在三十出头的年龄,才遇到了程亦,但是还好不晚,以后他会越来越耀眼,我们也会一直陪着他,只要他一回头,我们都在期待程亦哥哥的下次表演,不知道又会带给我们多少惊喜 在看《莲花楼》之前,我是程亦的剧粉,别人问我知道程亦吗?我说知道啊,就是衍思凤,英渊,玄夜,唐舟的那个人吗?特别帅的剧也好好看,剧都看了好几遍,要说角色出彩优秀,同时他本人的魅力更剩,当然每个人都是观众先看到角色,然后才关注到他本人 当《莲花楼》播出的时候,身边的朋友跟我安利说,莲花楼特别好看,他可以一晚上不睡觉,谁说莲花楼不好看的,谁说程亦李莲花装造不好看的,那个路透发的什么呀?一点没把李莲花的帅拍出来,李莲花穷过,但真没丑过 这句明明特别特别好看嘛,什么叫一群大老爷们打架,这叫江湖,叫侠气,比起那些爱得死去活来的感情剧,这个简直不要太香,特别是看到李莲花开大的时候,谁懂啊,大半夜的看着都想尖叫,啊啊啊啊啊,李莲花好帅,一个人激动到不行 但是看到李莲花碧茶之毒发作时,看到他十年寻觅师兄尸骨,最后发现所有的事都是他师兄弄出来的 自己最爱的师兄却最恨自己,他不是找了师兄十年,而是他只有十年,却都用来找师兄了 但是在师兄眼里却是一场笑话,那一瞬间他的信念都崩塌了,真的哭死,在考古诚意后,发现诚意完全没有黑料 他的黑料都是笑料,这么可爱的一个人,真的好难不爱上 看到他对他的粉丝果果们那么好,这样的双向奔赴,应该爱上了就忘不掉了吧 一个演员在业务能力出色的同时,个人魅力也是美妙的源泉 真诚待人,在诚意这里就是最明媚的词,确实真诚的人,终是很会打动人心 湖南卫视跨年夜,应该是诚意的重粉业吧 在跨年夜当晚,诚意准备了1500杯奶茶,不限粉级,环卫工人也可以领 好多环卫工人都不好意思领,毕竟自己什么都没做,但是工作人员都给他们发了 还说诚意专门说他们辛苦了,一定要给他们 此外还专门为场内粉丝们准备了三香,满满的热情让人感动不已 展现了他对粉丝们的爱意和关怀 其实这个奶茶还有各自巴黎的马卡龙 每一次都是诚意对粉丝的关怀,只希望如果哪天诚意忘记了,也不要谩骂他,不要绑架他 毕竟真心最重要,在诚意的心中,粉丝们的支持是最珍贵的 因此,只要在公开活动中,诚意基本上都会给粉丝们准备奶茶 让大家在活动间能够尽情享受 也感受到诚意对粉丝们的心意,还有每场活动结束时 诚意立马跑出来和粉丝们合影留念 蹦蹦跳跳地奔向果果们 还不忘提醒果果们早点回去休息 路上注意安全 这种亲切的互动让现场的粉丝们倍感温暖 纷纷感叹诚意的亲和力和真诚 更让粉丝们感动的是 新年的零点,粉丝给诚意发信息 还可以收到诚意的语音私信回复,都是提前设置好的 这样真挚的举动让粉丝们感受到了诚意对他们的关怀和祝福 也增添了新年的喜庆氛围 诚意还把自己一年来准备的自拍视频整理成两分钟的短片 发送到超话里 而不是发的微博 他不想果果们辛苦地做数据 这是诚意送给粉丝们的一份特别的礼物 也是他对粉丝们的真挚表达 让大家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诚意的爱和关怀 诚意真的是把粉丝宠上了天 有这么宠粉的郑主 我想喜欢诚意的人应该一辈子都不会脱粉吧 就算因生活远离了 他也不要回踩他 粉他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满满的正能量 满满的被在乎的感觉 诚意认为 演员的职业不仅仅是一种工作 更是一种热爱和追求 在接受采访时 他说 我觉得演员是一种享受 因为你可以在不同的角色中尝试不同的人生 这一点是演员最大的乐趣 演员的角色扮演 是一种深深的享受和体验 对于诚意来说 每一个角色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个全新的人生 他在饰演不同角色的过程中 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情感 人生体验 这种转变和体验 给予了他极大的满足感 在不同角色中 尝试不同的人生 是演员最大的乐趣之一 通过不同角色的扮演 演员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 从而拓宽自己的视野 拥有更丰富的人生体验 诚意深有感触地说 每一个角色都是一个故事 一个真实又虚构的人生 演员可以通过角色扮演 去体验不同的情感 经历不同的人生 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乐趣 对于诚意来说 演员通过角色扮演 获得的乐趣 不仅仅是表演本身 更体现在对生活的感悟和领悟 在不同的角色中 他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力和情感 去理解并诠释角色 这种过程 本身就是一种美妙的享受 角色扮演中 演员经历着不同的人生体验 这种体验超越了表面的角色刻画 更是一种心灵上的历练和成长 诚意认为 每一个角色 都是一个难得的人生机遇 通过角色扮演 他可以体会不同人生的喜怒哀乐 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生的意义和复杂性 在角色中 演员不断地成长和得到收获 每一个角色都是一次挑战 也是一次机遇 演员可以通过角色的扮演 来开拓自己的演艺技能和生活智慧 诚意表示 他在不断尝试和挑战中 逐渐找到了更多关于表演和人生的真谛 这种成长过程让他受益良多 演员的角色扮演不仅仅是一种工作 更是一种感悟和领悟 从中获得的乐趣和体验 让演员在不断成长和丰富自己的舞台人生 诚意深信 这种通过角色扮演获取的人生体验和成长 将成为他演艺生涯中最宝贵的财富 诚意是一个真正热爱表演的人 只有热爱才能融入角色 扮演生活中每个阶段的不同人物 对于他来说他不是在扮演角色 他就是角色本身成艺 在拍摄电视剧底线中展现出了出色的表现 他的才华和真诚打动了导演刘国同和整个剧组 刘国同回忆到 成艺的表演充满真挚和含蓄 每一次出场都能深深地打动人心 成艺的出色表现不仅来自于他的天赋和努力 更是对角色投入和把控的体现 这也是他得以将角色刻画得如此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 成艺对角色的投入和把控可以说是他成功表现的重要保障 据导演刘国同透露 成艺在跟法官交流角色时 也不忘在笔记本上做笔记 以便更好的理解和塑造角色 据导演刘国同描述 成艺在剧本上的笔记比剧本本身的字还要多 这充分展现了他在角色准备方面的认真和投入 这种细致的准备工作 使得他能够在表演中将角色的复杂性和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成艺不仅在拍摄间隙与导演交流角色的细节 还时常在剧组协商时间 对角色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和探索 这种与剧组深入交流和探讨 使得他在塑造角色时更加准确和完整 今日就说完了 我看见真诚认真努力还业务很好的演员 就一定会好好支持他 无关金钱地位 也不在乎他认不认识知不知道我 默默支持只因真心真诚